保险安定基金标售国保与幸福人寿,历经了三次流标。 昨天终于在第四次各路买家溢价之下,由国泰人寿以303亿得标。 不过为了帮这两家经营不善的保险公司收拾烂摊子, 政府还必须赔付两百二十三亿元,都是全名买单。 去年八月,金管会宣布接管两家边临破产的保险公司, 国保与幸福人寿,过了七个多月,终于标出, 但过程一波三折,地标从早上十点开始,连续三次流标, 因为所有买家出价,皆未打底价,直到第四次溢价才有呼声最高的国泰人寿得标。 最终由国泰人寿以电资金额303亿,以A标得标, 时程大概是在八月初完成交割。 这两家公司的现况,他当然他整个账面的净值付了六百多亿, 但金管会真的很聪明,他还提供一些行政的配套措施, 那我们觉得说看起来对于整个股东权利, 没有什么影响的,没有负面影响的状况下, 我们来参与这个投标。 目前国寿与幸福人寿两家资产合计约一千一百亿, 负债合计约五百六十亿,外界认为即使成功标售, 政府还是得付高达六百亿的赔付金, 但这次国寿顺利以三百零三亿得标, 扣除保留资产八十亿,赔付金额远低于外界预期。 净值付值是五百六,为什么只有补三百零三, 因为基本上我们有提供行政宽容, 我们还有保留资产八十亿, 所以基本上处理国寿人寿跟幸福人寿, 基本上损失大概两百二十三亿左右。 这是国寿与幸福人寿标售案, 一开始有六家受险公司竞标, 除了国泰还有富邦,南山,三商美邦, 中国与星光人寿抢标, 最后国泰在价格标打败群雄, 以政府赔付最低金额得标, 未来包括国保与幸福人寿, 共四十九点六万保护, 全部由国泰承接, 不只保护有保障, 连员工安置也比照国华人寿案来办理,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员工, 保证续聘不会有差别待遇。 记者黄立委张国良,台北报道。